騎車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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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的話題很多 其中最為熱議的莫過於里程焦慮 有人說要解決里程焦慮 你要有個大電池 有人說要解決里程焦慮 你的電話要夠漂亮 這些都對 但是要根絕里程焦慮的問題 就是你充電速度要快 目前電動車的充電功率 多半落在150-200kW之間 但是要解決充電速度的問題 最直接的方法 就把你的電壓 從常見400V變成800V 所以目前市面上 有超過200kW 而且又具備 800V電壓的車款 像是寶石機的TICON 現代奇亞集團的部分車款 有搭載採用 像我們今天所試駕Ironin 6 它就是具備 240kW 800V的電動車 而且官方數據顯示 它從18-18充電時間 只要18-19分鐘就可以搞定 為了驗證它的確切性 我們把它開來 進行160公里的高低速的綜合 電號實測 來看看它的電號表現到底怎麼樣 同時也藉著在測試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關於它的電動馬達 電池電動科技的分享解說 影片開始前也請大家把我們頻道訂閱追蹤起來 有你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試試鼓鼓勵 如果大特幣的同款短低持續範疇中 如果想要試試購買的話 影片下方說明欄都不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試試幫忙一下啦 OK我們現在進行高速電號測試 起點是從內湖U號充電站 我們先把電充到80%之後 然後走恆東接北宜高 然後再接雪睡 然後出來之後到蘇澳休息站在北上 然後到頭城日出飲香咖啡做總結 全程大概是90公里的距離 我們大概均速都是維持在法定限速80-90時間 然後冷氣呢20度 然後風量是2格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 當我們設定好之後 影表上面除了會顯示你的電量之外 它可以顯示 你有開冷氣跟沒開冷氣的電量 到底是多少 如果你今天想要很省電的話 當然就可以藏你的冷氣的度數風量 來進行調整 讓你車可以更為省電 就像前面開場所說 電動車你要減少你的里程焦慮 電池容量大並不是一定的 因為你的電池容量越大 代表說你的充電的功率 你要做出調整 如果沒有同時間拉高的話 這樣子是讓你充電時間拉長 就像油車一樣 你有一個很大的油槍 但是你油槍的出速很慢的話 你只是讓你加油的時間拉長 所以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功率給提高 但是我們從功率的公式來看 功率等於電壓乘於電流 所以如果你把電流一味的加高的話 這樣子反而是讓你的熱量會變得很高 這時候你的散熱系統就要很棒 甚至你的線速就要很粗 然後車子就變得很重 所以為了要把功率給提高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充電的電壓給拉高 一般目前我們看到市面上 電動車大部分都是400V 當然你的充電功率 多半最少都有150KW 然後170、200 甚至破200都很少 但是Ioniq 6它就是240 從功率上就很亮眼接觸 但是它們電壓是直接長800V的設定 所以可以讓你的充電時間 一口氣減少將近一半 像是官方數據顯示 10-80%就從18分鐘就可以搞定 所以比起一般 還是用400V的充電電動車來說 通常還是要落在30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一來一往之下 你光是充電時間 就比別人少了十幾分鐘 當然里程焦慮就少很多了 那從我們今天所示的 Ioniq 6 Performance來看 它的動力321P扭力61.9公斤米 其實以它的動力輸出來說 已經非常亮眼了 因為這種300多頻的電動車 你踩出去 基本上已經符合多數人的動力期待 而且如果你今天動力一昧的加大 只是讓你的電耗變得更差 而且好在現在集團 他們的電車幾乎都是採用 永遲同步電動馬達的設定 我們都知道永遲同步電動馬達裡面的轉子 它的材質是採用吸塗磁鐵 所以它的磁性幾乎是永恆不變的 所以當我們把外面的釘子通電之後 產生磁場它立刻可以受到吸引 然後迅速的旋轉 所以它在低速的反應非常好 它不需要像是非同步電動馬達 必須外面的定子產生磁場 已經開始旋轉之後 讓中間的鼠龍來旋轉 這樣子的耗電 而且像Ioniq 6的電動馬達 它的定子結構 它還採用HELPIN發夾纏熱供應 所以一樣的單位面積之下 它可以有更多的線圈 所以它的發電量 甚至它的節能性 都會比同級還會來的出色 至於永恥同步電動馬達所害怕的高熱 它是利用了齒輪箱裡面的齒輪油 來波建到定子裡面去 所以可以讓它的溫度可以拖上控制 同時也可以讓電耗變得更為出色 Ioniq 6的電耗系數出色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它的封數係數只有0.21cd 當然這個是國外有選配電子後視鏡的版本 因為台灣的Ioniq 6沒有選配電子後視鏡 所以它封數係數是0.22cd 過去我就覺得這個0.01的封數係數 到底有什麼差 你要知道多這個0.01cd 就會比別人少跑20公里的距離 當然以台灣版本的0.22cd的封數係數來說 已經比同級很多的電車已經很出色了 當然就可以讓它的行駛里程可以多跑一點 而且它還利用像是車頭前面下方的主動進氣格柵 以及前輪左右兩端前面的進風孔洞 讓你在行駛時候氣流可以更為快速的通過 減少你在行駛時候空氣對於你外在主力造成的電耗影響 而在藉著高速電耗測試的同時 我們也開啟Hyundai SmartSense的半自動圖駕駛功能 我們可以從方向盤左邊的重解去控制跟前車距離的ACC 甚至車道至終維持輔助功能 可以讓我們在測試電耗的同時可以更為輕鬆 不用一直緊緊握著方向盤 然後甚至跟前方車距離的注意 讓我們可以開起來更為輕鬆 OK 我們現在來到頭神義出義相咖啡 而且我們結束高速電耗測試 先跟大家講一下的測試成績 首先我們一共跑了92.2公里的距離 比表上面顯示了電耗一度電6.2公里 這成績還蠻不錯的喔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每一段路上的一些電耗的成績 首先我們從U-Power的充電站離開之後 因為接下來是一連串的上坡 而且有一些交通堵塞的情形之下 再準備要進入雪碎之前的爬坡頂的路段 它的電耗數字 一度電4.3公里 好像沒有很出色 但是接下來在雪碎的路段之中 因為路況變比較好 而且這一段是開始有點下坡的關係 所以它的電耗最亮眼可以才來到6.1公里的成績 而且當我們切到儀表顯示介面來看 你會發現雖然Ioniq 6 Performance它是四驅 但是為了節省高速電耗你會發現 它幾乎長時間都是由後輪驅動的形式 來分配電力 前輪幾乎是沒有什麼作動 讓你的電耗可以跟我出色 而到雪碎休息在往回走之後 這時候反而電耗的成績 開始穩定維持在6.1公里跟6.2公里之間 而下頭層就要到之前了 甚至可以來到一度電6.3公里的成績 只不過來到日出音響咖啡的時候 它又回到6.2公里的成績了 已經算是蠻不錯了 好我們接下來就進行低速電耗測試吧 OK我們現在來進行低速電耗測試 那起點當然是日出音響咖啡開始 然後移入周悲一 然後再來到平靈之後呢 再接106.1 接下來再接南深入 然後再回到內湖的U泡充電站 全長大概六七十多公里 所以總計能可以完成 160公里綜合高低速的電耗測試 而現在其他與企業團多數電動車 能夠使用800V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們三電系統中的電控系統 也就是逆變器也就是inverter 它跟其他車廠有點不同 我們都知道逆變器它的功能呢 是把電池裡面的直流電 轉換成可以驅動馬達的交流電的主要的機構 所以如果你轉換效能越好 就代表說你從直流轉換成交流的損耗也變少 它更可以發揮馬達應該要的效能 所以能夠讓電動馬達的電耗 甚至節能的表現可以更為出色的主要原因 那為什麼現在其他機構的電動車 它們的逆變器比別人出色呢 主要是逆變器裡面的材質分別不同 一般多數常見的電動車的逆變器的半導體 電晶體的材質是採用系 但是現在其他機構採用800V的電車 它們採用碳化系 那這個系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便宜啦 但是碳化系優點是什麼 它的energy gap也就是代系 就是能系 四系的三倍 所以代表說它可以在同時間 承受更多的電快速去通過 所以它可以承受更高的電壓 更高的熱能 它的效能可以更為出色 所以你會發現碳化系它常見於軍規 甚至航空的通訊的系統上面 而也藉著這個逆變器 可以改成碳化系的關係 不僅讓現在其他機團的車子 可以對應800V 讓它們充電速度可以大幅提升 像我們先前曾經試駕過KIA EV6 GT 它的馬達可以直上21000多轉 主要是透過第二顆採用碳化系的inverter 才可以讓它輸出如此高強的性能 當然對於電動車的節能表現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所以我們先前已經有試駕過Ioniq 6 不過那時候是試駕後驅行事 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次來試駕 Performance四輪驅動版本 所以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開起來的感受如何 首先你會發現 它開起來的穩定度 當然會比後驅的Ioniq 6 蠻更為出色 當然除了前後輪都有輸出力道之外 當然它1GMP的底盤結構的剛性表現 我們在話下 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在解鎖Ioniq 6的底盤時候 我們就說它的車身鋼材使用非常多的熱成型鋼 也就是先進高鋼材 甚至它的比例 甚至它的位置 比Ioniq 5還要更多 所以它車身鋼材更好 也更為匹配 它是有HOTO Coupe 跑車的車型的身份 而且它的前面懸吊結構 我們就說 雖然它是賣滑城 但是它的仰角 一樣是產物 有精彩之製成 而且前面的副車架結構 非常的粗壯 而這回呢 再放下電動馬達之後呢 可以讓前面的重心的分為下放 那當然在肚子結構的部分 除了採用很棒的平成化設計之外呢 它的電池結構 也是77.4度的電池外框 是採用於合金打造而成 然後側面呢 也是可以吸收撞擊 能量的吸氧殼 它當然也有採用 而且它跟車體結合的方式呢 也非常複雜 所以它可以讓車體結構 甚至肚子的結構的剛性 可以更為提升 電池裡面的框架 甚至冷卻系統規劃 也非常出色 所以也可以讓它的電池安全 甚至電耗可以更為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它後面的懸吊結構呢 是採用五連桿的結構設計 那當然跟IONIC FIVE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基於原本後面鋁合金兩角之外 後下之壁 它是採用鋁合金結構 所以對於黃下賀重 這個操控板也可以更為出色 而在我們在山路上行駛的時候 依舊可以感受到後軸的 跟進性也非常好 主要是因為它的後面避震器 跟彈簧桶聲的位置呢 都特別向後傾向 甚至往外趴一點 所以在我們在轉向入彎的時候 整個車尾跟進性 可說一流眼就跟著上來 所以給人就投過深究過的操控動態 所以我覺得喔 Performance帶給我的感受 我覺得它彎中極限可以變得更高 而且我發現喔 在前面儀表介面的驅動分配形式來看 雖然它多數時間都是後人驅動 但是我們在刻意在一些比較急臭彎腳 彎中的時候 我們大腳電門出彎喔 你會發現這時候 它的前輪驅動比例會比較多 所以很明顯的 這部車呢 它還是以後驅形式為主 而前輪的驅動力呢 主要是讓它在彎中 你要大腳電門的時候 讓你車身穩定度可以更好 利用前輪的抓地力喔 讓它可以更穩定的抓住地面 然後接下來可以高速的噴出彎外 讓它的車身動態可以更穩定 OK 我們現在呢結束低速電耗測試 而且呢160公里 綜合高低速電耗測試已經完成 另外我們也把電也充飽了 我們現在移到旁邊 避免佔了其他要充電的車主的位置喔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低速電耗成績怎麼樣 首先我們低速電耗測試 一共跑了67.7公里的距離 儀表顯示電耗一度電6.6公里 很出色吧 比高速電耗還要出色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低速的一些路段的電耗表現 首先在錄音箱咖啡開始爬坡 接下來一連串的上坡 讓它的電耗呢一連串的下降 所以呢到最高點 也就是俗稱的茶葉彈的停車場的時候呢 一度電只能跑2.5公里 不過接下來喔 些微的下坡跟起起伏伏喔 讓它的電耗數字呢可以開始回來 最後到平靈路段的時候呢 它一度電呢已經來到5.7公里喔 而接下來呢又進入106以的起點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電耗呢 開始我一路下降 到最高點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一度電呢只有4.1公里喔 成績有點開始下滑 接下來又是一連串的下坡 起起伏伏 到106以結束的時候呢 一度電呢已經到6.5公里的成績喔 成績已經算是非常出色了 那至於綜合高低速的電耗表現如何呢 這次呢我們綜合高低速的新式提升 就剛好就160公里 而且儀表顯示我們的平均的電耗呢 是一度電6.4公里 但是我們在實際充電之後喔 我們只花9分7秒的時間喔 就幫它充入26.663度的電量 讓它恢復到80%的電量 實際換算之下喔 一度電可以跑6公里的距離喔 可說是相當亮眼喔 比起我們先前測的一些電動車來說呢 目前Ioniq 6 Performance呢 可說是最為亮眼的代表 所以你會發現喔 經過我們實際的高低速的電耗測試 甚至充電 你會發現不僅是240KW的功率呢 可以讓它充電非常快速 800V的電壓 也是讓它可以快速充完電 可以離開充電站的最主要原因 OK 現在時間呢是晚上9點鐘左右 我現在人呢還在內湖U-POW充電站喔 我們明明不是已經下午已經測完電耗 為什麼現在要來這邊呢 主要是呢那時候我們測完電耗 要收工回家的時候 我們攝影師問我說 EV哥啊 我們剛剛實測 Ioniq 6的平均電耗 一度電很6公里啊 算很亮眼 而且我們剛剛充電速度也非常快喔 但原廠不是宣稱是 10到80%到18分鐘就可以搞定嗎 那真的還是假的啊 其實啊這問題啊 我本身呢也蠻好奇的 所以我剛剛把電池充到80%之後呢 我又很努力的 跑了很遠的距離 而且去跑高速 把他的電耗呢終於消耗到10%左右呢 所以呢現在呢 我們又回到U-POW充電站了 來進行10到88的充電測試喔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測完了喔 總計時間呢 我們花了18分鐘 37秒 其實跟原廠公佈的時間 算是相差不多 但是呢 有一些東西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蠻有趣的事情喔 就是當我們把充電量插上去之後呢 他的充電功率呢 順時間呢 迅速馬上成長 很快呢 都已經突破到200度左右的成績了 而且喔 在50%之前喔 最高一度 衝到235.9度耶 這已經非常亮眼成績喔 而且跟原廠公佈的240度呢 其實算是相當接近 而到接近50%過後之後呢 他的電力呢 就很明顯的下降 但是再降喔 有180多 190幾度的成績 而且持續到70%左右 而過70%之後呢 因為接下來 很明顯有捐流效應喔 因為我們設定是80%的關一 所以呢 他的度數呢 就降到110多度左右 可是在接近80%之前喔 他的充電度數瞬間 還提高到120多度的水準耶 以這樣的成績來說呢 已經比很多的長排耶 先前我們測試過 一些車子的捐流效應 還出色很多了 所以最終呢 我們還是 花了18分鐘 37秒的成績 就完成測試 而在這時間之內呢 我們充了 56.379度的度數喔 平均最高的充電功率呢 有181KW 所以從以上的充電時間 充電功率 甚至他捐流效應的幅度來說呢 想要免除底層焦慮 我覺得現階段呢 還是選擇 800V的充電車呢 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因為畢竟 Time is money 以上呢 就是Dr.Factory IONIQ 6的電號測試 希望你會喜歡 下這邊見 好 好 好